大家好 我是一化 虎皮青椒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特别是在我们湖南和江西一带 一个星期最少要吃八次 可是很多朋友在家里面 总是炒不出放电影里的味道 其实也有很多小技巧 接下来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十块一斤的张树岗辣椒 放在大一点的盆中 我们首先把辣椒清洗一下 辣椒的表面拉面有一些灰尘和杂质 我们先用剪刀把辣椒地剪下来 这个张树岗辣椒比较适合做虎皮青椒 它的辣度适中而且皮薄肉厚 最贵的时候卖到了八十块钱一斤 以前八十块钱一斤的时候 辣椒地都舍不得扔掉 其实有些朋友他就喜欢吃辣椒地 不知道您吃过没有 全部剪干净之后我们再把它仔细地清洗一下 全部洗干净之后把它放在漏栏中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之后我们把辣椒放到菜板上 在处理辣椒的时候千万不能用刀切 我们用刀把辣椒这样拍一下 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方便入味 而且更能够示范出辣椒里面的香气 使辣椒熟起来也更快 喜欢吃稍微大快一点的可以轻轻地拍一拍 如果要吃比较碎一点的就拍重一点 不管是做什么菜 看似非常紧张的小技巧 其实直接会影响它的口味 最后我们将辣椒全部拍成视频中这样 就差不多了 全部拍好之后 我们将它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大蒜 把大蒜切成蒜末 大蒜可以增加辣椒的蒜香味 炒辣椒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准备一点 最后切成像这样有一点颗粒杆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把黑豆豉 锅中不要放油 先把辣椒倒下去 先不要着急翻动 我们可以用铲子这样一边翻一边压 先把辣椒里面的水分给它炒出来 这里我们要不停地翻炒 过程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 有的人炒出来的辣椒不好吃 可能就是直接下锅 缺少这一步 其实这一步非常关键 这就是放电的雷辣椒 不外传的小技巧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还请伸出您的发财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更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这个时候我们的辣椒也慢慢的炒香了 表面已经起了一些虎皮状 我们一定要将辣椒表面的水分炒干 最后将辣椒炒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先将它盛出来装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大蒜和豆豉倒下去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辣椒加进来 接着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辣椒和大蒜能够充分的炒匀 使辣椒吸收大蒜的香味 全部炒香之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饮 再加入一勺生抽 如果对菜色没有要求的朋友也可以放老抽 继续翻炒让辣椒入味 出锅前我们再加上一点鸡精 少许的白糖提鲜 再次翻炒均匀 一般不管做什么菜 鸡精和味精都要最后放 因为鸡精和味精不能够高温炒得太久 鸡精下锅之后我们就要转小火方炒 让辣椒全部都吸收它们的鲜味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虎皮青椒就可以出锅啦 接下来我们将它装入盘中 这样做出来的虎皮青椒香辣入味 而且鸡嫩脆爽既好下酒又好下饭 看似这么简单的食材做出来的家常菜 你要是拿肉给我我都不换 如果您也喜欢吃辣椒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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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支持